可以看到灰色休旅车变换车道 甚至连续踩了两次煞车 驾驶吓坏赶紧变换车道 没想到对方还是拼命的挡在前方 这起事件发生在11月11号下午两点多 当时小黄司机载着客人 行进台北市新义区中校东路和易线路时 这名休旅车驾驶突然从右侧变换车道 硬切进来害他差点撞上 于是他按了喇叭并且闪灯提醒 没想到竟然惹怒对方 在前面连续两次急煞 小黄司机变换车道 对方也跟着变换拼命的挡在他的前面 司机事后向警方检举 没想到却遭回复不举发 原因竟然是因为没有具体明确 故意针对或是连续性的骤软减速煞车 车道暂停等重大危险行为事实要件 他气了打电话问远景 为什么不算危险驾驶 没想到警方却回应他说 因为对方有前进就不算 让他非常傻眼 而类似的危险驾驶或是疑似逼车 提醒驾驶还是要留存行车记录器 发生纠纷时才可以自保或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